今天已經來到了8月30號了 也就是月底的法人作帳的時刻 看來這一次的作帳行情是按捺不住了 掌停噴不停 今天又亮掌停了 鄭鄭老師 今天創為掌停 在我們實戰分享會裡面 講到的高速傳輸 裡面就有這一檔 歡迎好朋友 今天又來到大丈夫谷海濤金 現場為您邀請到的是 永成國際投庫陳建成分析師 建成老師好 田信好 聽眾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來到了8月30號 星期一了 好 那在上個星期 大家最瞩目的 全球瞩目的 就是央行年會 也就是在燈光美氣氛家 風景優美的 Jackson Hall 所召開的年會 好 這個年會的一個議題 其實我必須要說好朋友們 您有收看8月21號 821的實戰分享會 其實建成老師裡面有幾大主題 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針對於這個全球央行年會 做出了非常完整的 老師的精闢的看法與見解 鮑爾談話完成之後 在周六 建成老師 你的線上直播 是 又跟大家再分析了一次 而且是做一個 非常強烈的一個印證 好朋友們 其實你有發現 你有加入 古海大丈夫的YouTube頻道 你通通都可以看得到 還沒有加入的朋友 趕緊來先訂閱 古海大丈夫 已經來到了一萬八千 對 超過一萬八千人的訂閱人次了 來先訂閱 你就可以看到上周六 建成老師的直播 好 老師您在這個 針對於央行年會的這個議題 其實您早早就已經說了 不會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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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那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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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結果包好聽話 好 在這個八月初 開始有這個 縮減QE的聲音的時候 灑音出現 所以整個八月中 就開始在那邊震盪 為了要安定居心 我還特別把 過去開始縮減QE 然後到真正升息 至少有一年的時間 果然你看這一次 央行年會 我在之前我就告訴你 不要怕 是 我說如果你要怕 那很好 沒關係 我們就趁大家怕的時候 人氣我起 就這樣 我們是不是就這樣做 你要知道在這一段時間 多精彩 我是 你是我會員你就知道 對 我在電視上節目怎麼做 我就帶你怎麼去抄底 有沒有 有 結果大家都還在怕的時候 等到你不怕 等到央行年會已經開完了 我們已經大賺了 我們已經賺一個禮拜 大賺一大段 不是嗎 漲停賺不停 上禮拜六的實戰分享會 8月21號上上週了 你們已經看到在上禮拜 五倍券標股一檔一檔標 天天有漲停 我連 我連 前幾天 禮拜五 最後包爾的結果會怎麼樣 我都在上上禮拜六的實戰分享會 我也 跟你拿出來分享 領先一周先預言 這麼重要的事件 我領先一周我跟你預言 是的 有影片有真相 有看我們分享會都知道 等一下我們就重播 好 重播那一天 好 我怎麼去跟你講央行年會 是 的結果 好 我甚至告訴你 縮減QE的時間 時間點有可能在什麼時候 嗯哼 這一次的這一個包爾談話 已經確定在今年要怎麼樣 縮減購債 對 有沒有 但占不升息 對 好 影片你先看一下 好來 那利率沒有變 也沒有縮減購債 可是這幾天已經開始有風吹草動了 什麼風吹草動 因為船裡面已經開始在討論 要不要開始縮減QE 所以呢 已經有人開始說 可能在九月就會開始說 要開始縮減QE 但是呢 即使如此 因為現在Delta的變種病毒 開始又在猖獗了 連包爾都對目前的情勢 感覺不太樂觀 如果Delta會影響經濟成長 那FED他就不會急著縮減QE 如果Delta不會去影響經濟 經濟持續往上成長 那我告訴你 就會去縮減QE 那縮減QE呢 你就不用太擔心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為什麼 來 長期他把利率怎麼樣 仍然矛定在2%的目標 而且是長期平均喔 過去只要到2%他就開始升息了 現在他可以允許長期平均在2% 表示還沒有在做 還沒有要升息的打算 好嗎 來 那為什麼今年的央行 全球的年會有這麼重要 就在於說我剛跟你講了 在去年的這個8月 他開始導入平均 彈性的平均2% 我剛才跟你講了 一般呢 只要1-2%他就立刻怎麼樣 做縮減購債開始升級的動作 現在他可以允許2% 於是這幾個月超過3% 4%的月增都跑出來了 但是為什麼他還沒有縮減QE 因為疫情對整個未來經濟的影響 還是非常的大 好 所以大家期待下禮拜 Jackson Hall的這個年會能夠透露出 到底要不要縮減QE 到底要不要升息呢 那我認為我在這邊寫得很清楚 我認為真正要來縮減QE的時間點 再快再快也就是今年的9月的這個會議當中 9月的會議決定要縮減 那也是之後的事 11月12月 但是縮減代不代表結束 沒有 我們在節目已經跟你講很清楚了 本來給你1200塊的 他可能縮到每個月怎麼樣 少200 我認為如果說他要縮減 然後開始升級 通常會有一年的時間 那這一年的時間 他要先縮結束了 再準備升級 所以1200億 如果他每個月給你縮100億 他要在一年之後 明年的10月才會正式怎麼樣 停止QE喔 縮減還沒有在印鈔 還有到整個都縮完了才停止 才沒有印鈔 所以我這邊就要告訴你說 只要他還在印鈔 還有沒有行情 還有 因為只要印鈔 資金還會到市場上去 所以每個月如果100億 那就是一年的時間 每個月如果200億 那就是怎麼樣 半年的時間 所以你再去講升級 那已經是一年以後的事情 影片當中呢 我就是用這張圖給你看 這張圖是現在我才拿給你看嗎 不是嘛 我們最近開始陸陸續續 有人來參加我們會員喔 我電話一拿起來 我問他說 那某某小姐 某某先生 請你看我節目多久了 三個月 三月開始看 三月就開始看了 所以也看了大半年了耶 我說 你現在才打電話進來 對 你看了大半年了耶 他跟我怎麼講 三月那時候 閉著眼睛買都賺了 就跟你去年 新冠肺炎的 閉著眼睛買都賺了 是 沒錯 去年到今年三月 賺了一兩百萬 覺得在股市很好賺 對 可是怎麼感覺五月之後呢 欸 很難做 對 因為五月先一波嘛 對 五月中先殺一波 對 然後八月份又左右重現 八月中再殺一波 對 真的 這什麼 結果呢 賺到了錢又吐回去了 哇 真嗨 你為什麼不把賺到的錢 拿來參加好會員呢 真的你會發現 那會費只是那零頭而已耶 對啊 你都要再賠而已 你才相信說 對啊 那建成老師說的 真的是 江還是老的辣 那當然 我雖然沒那麼老 但是我們就是二三十年看盤 什麼樣的盤我們沒看過 而且江湖地位 現在是多麼強大 你知道嗎 八月敢跟你講 五月重現 而且還敢跟你講 唯獨跟五月不一樣的是怎麼樣 嗯 航運股 跟五月的走法不一樣 籌碼凌亂 現在 央行都已經利多又放出來了 今天大漲 你去看你手上的航運股 有大漲嗎 喔 今天的報紙頭條 今天的報紙 又是一堆航運股的利多 你的手上股票有大噴嗎 沒有 你還要再糾結航運 結果你看我們今天的股票 創為 亮燈掌停板 漂亮 回過頭 好 這一個 我在一個月前就拿出來跟你講 當有QE的聲音出來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說 我是用數據 對 來說話的分析師 記不記得上一次的外資大賣超 我是不是做了一張 外資史上前六大賣超 賣超之後台股就怎麼樣 見低點開始往上攻 是 就在上上禮拜的時候對不對 上上禮拜五 結果一拿出來 連台積電連拉五根 到今天台積電還在漲 那一天台積電最低點五百五十一塊 到現在六百塊 外資被修理了多長 外資賣的就是賣在低點了 對啊 有沒有 那一天大賣之後 低點就是一六二四八的那一天 這叫屡市不爽 為什麼呢 我就跟你講嘛 做事情要有憑有據嘛 是 我就是 根據過去外資的賣超 我就知道他賣完都是低點 他跟散戶一樣 沒有比你厲害 說真的啦 好不好 來 同樣這一張圖 是 我說過去這十年 柏蘭克 在去年 在十年前的金融海嘯 一下 道瓊 摔到六千多 我們台股從一萬 也是摔到兩三千點的時候 三千點的時候 之後開始啟動第一次QE 是 QE2 QE3 QE4 對 四次的QE 最後連什麼扭轉操作都出來對不對 好 股票慢慢上來了 對 美國經濟開始好起來了 開始怎麼樣 他在央行 討論縮減購債 好 於是他公布要在明年一月縮減購債 一公布完之後 請問 他並沒有立馬跌 沒有 沒有 還再往上漲 一直漲到怎麼樣 要升息之前 所以呢 從公布縮減購債跟升息至少多少 還有超過一年以上的時間 對 一年以上的時間 這就是為什麼這一次央行Bower他講說 他要縮減購債 但是他不急著升息 請問 這我之前跟你講了沒有 一模一樣 而且我告訴你 從縮減購債到升息至少一年 沒錯 連那個時間都已經清清楚楚的 預告在前內 一年以上 縮減購債是怎麼說 我還告訴你說 1200億 你去看一下 我在這個實戰分享會 我們剛剛播了 對 我是不是就這樣告訴你了 我說1200億 每個月縮個100億好了 要縮多久 要縮多久才縮到完 所謂縮減購債怎麼縮 他現在是每個月 送到 推到這個市場上1200億 是 他現在說開始縮減購債 他說好 我現在每個月縮100億 對 那這個月有1200億 下個月還有多少 1100億 還是1100億 你懂嗎 你到底懂不懂 很多分析師不懂 對 真的 看一眼 小孩子 不是一個 小孩子 小孩子 不懂裝懂 給你亂解 亂解讀 然後於是乎呢 八月中 帶你去放空 帶你去殺到低點 是 結果 光上個禮拜 這連長了五天上來 你看看 到今天長了六天了 已經長了一千多點了 嘎嘎嘎嘎嘎 被嘎得多辛苦 你的血汗錢就這樣子 就沒了 被掏空了 是啊 所以為什麼建成老師 要在821辦那一場實戰分享會 其實老師真的是 在那個關鍵 moment 關鍵時間點 所以才會辦這一場分享會 辦完之後好事有沒有不斷的發生 不論是那五倍券那五檔股票 甚至老師給你的四大成長產業當中的標的 真的是長翻天這一個多禮拜 是 所以如果我的實戰分享會的整篇內容 你完整的看好 我們禮拜六沒有休假 對 我們來分享會給大家 是 我花了時間你也花了時間 但你有沒有收穫滿滿 我們大家一同努力出來的成果就是 你上禮拜你跟著我收穫滿滿 天天賺漲停 有沒有 到今天創委還亮燈 來 所以呢 剛給你解釋過了 縮減購債 如果每個月減100億 1200億要減多少 減一年 明年的這時候才會完全都縮減結束 是 1200 1100 9000 12個月嘛 900 800 對不對 就一個月這樣縮 可是都還是有錢 有一直往市場推 釋放到市場 對 所以在沒有升息之前 整個市場有沒有資金動能 還是很薄弱的 還有 只是沒有資金這麼多 沒有溢注這麼多而已 好嗎 所以未來一年有沒有行情 當然 當然有 是啊 問題是你要買對股 你要買對趨勢成長股 而不是景氣循環股 這是建成老師在進行意思提醒的 就很簡單 問題是你懂嗎 問題是其他分析師懂嗎 你跟著分析師他懂嗎 他懂什麼叫趨勢成長 什麼叫景氣循環 他懂真正的QE縮減 後續的效應是怎樣嗎 這個都是你總經要學好的 你才知道的 再來你要懂聯準會的動作 你懂嗎 我研究聯準會的動作 研究十幾年了 所以我們不會隨便看到一個消息 你就跟著記者 跟著外面隨便給你亂解讀 然後亂恐嚇你 然後股票帶你隨便亂停損 差別就在這裡 因為建成老師 其實他有非常強大的一個專業背景 所以他真的是眼光看得更遠 你要做就是要做先知先覺 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你才看得更遠 你知道整個QE 他到底整個時程的狀況 建成老師都解讀給你聽 領先解讀啊 那當然標的就領先掌握在手裡啊 當你在恐慌 你在砍股票的時候 我們就人氣我取啦 那所以呢 這四大成長產業的族群 他們的股票 就一檔一檔的噴出去啦 今天的創為亮登漲停盤 來我們先看一下這張同影片好 好 記不記得我們上禮拜 我們實戰分享會裡面 嗯 有一檔股票見核心 有 對不對 創波段新高 是 過錢高 然後呢 緊接著 那個 緊接著 陽明光啦 陽明光是上禮拜的精彩代表作啦 對不對 三天三根漲停盤了 好 那再來呢 然後我們的五倍券其實在上個禮拜 天天亮燈漲停盤 從 聚基 康普 惠特 新權 是天天亮燈漲停盤 好不好 就這五檔 就這五支 今天的旺希又 創新高 今天是創新高 來我們看一下 太多了 真的真的 所以好朋友們 你看今天的創為亮燈 有沒有 它是屬於哪一個區塊 8月21號 對 8月21號 線上實戰分享會 對 來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創為 6104的創為 今天只給你一分鐘的時間 他就下班了 他就一家到底了 到現在 126.5 恭喜發財亮燈漲停 這檔創為 你看到沒有 就是這一檔 實戰分享會告訴你 我說 我點出來的四大 成長產業 四大成長產業 先進製程 有 電動車 MiniLade MiniLade 高速傳輸 高速傳輸 有沒有 其中這一檔 就是創為 是 另外兩檔 我把它蓋住了 其實不蓋也沒差 因為都是高價股 我想你也大概知道 你有實力你去買沒關係 有 看那個分享會都知道 對 所以 我在裡面的選股 都非常的精準 是 都非常的精準 所以 你跟著我的選股來做 你 擔不擔心被套 不用擔心 對 就是輪著漲停 這一檔創為 重點不在它 重點在 我們這一波 前兩天的創為 不是很慘嗎 我們看一下K線好了 好 上個禮拜 這一波你沒跟我去買 這邊你才要去追 我 連著三根上一線 是 昨天一個跳空往下 週五是下跌的 週五跌多少 最低收多少 112.5 對 112.5 你看到沒有 來 人氣我取 哇喔 建成老師 一天從週五 你看我們這個會員講什麼 老師早安 今天他發給我的line 你上上週六直播分享會議的個股 真是棒 是 今天又賺了一個漲停 恭喜發財 來 他說什麼 這張貼圖真棒 老師老師我看到亮點了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的貼圖 暫停 這是建成老師的新貼圖 你自己去line裡面買啦 自己去買喔 裡面好多好可愛喔 讚喔 公司幫我製作一系列的貼圖 好可愛 自己去買 自己去買 超可愛 我跟你講 今天暫停 我們一天 一根暫停 我叫他買了 賣了 我們就是這樣子非常快速 我已經不管他明天會怎麼樣了 嘿嘿 好嗎 先賺起來再說 短短一天 十張十萬獲利 會員漲停怎麼樣 賺不完 真的是賺不停 你從上禮拜 剛數給你聽了嘛對不對 從聚集到惠特到康普到新權 今天的創為 恭喜發財發大財 這叫什麼 人氣我取 人氣我取 對啊 超級的藝術 對 穩穩的幸福 等你一起擁有 等你來擁有 是啊 你要不要 我要 我從這幾個月 你們經歷了五月中的風暴 是 再經歷了八月中的風暴 我說你們老是要去買那種 人很多的地方 股價 今天去追漲停 明天馬上又打到跌停了 為什麼股票要這樣做呢 還有人怎麼樣 也 不確定這支股票到底好不好 敢去摸跌停的 摸到高端連幾根跌停下來 有沒有 有啊 股票為什麼這樣做呢 是 對你看我們的股票 就是這樣穩啊 對 而且重點 買了怎麼樣 就是賺漲停 等風起啊 漲停就來了 就是大老鷹操盤法 是的 有沒有 有 這樣的幸福你要不要 我要 你要電話在下面 自己撥通 趕快打來 25429977 直接撥通 而且重點是這兩天 也就是建成老師所說的 氣底的法人 對不起 月底的法人作帳 八月底法人作帳 在這兩天 他們的作帳股 其實真的表現都很飙 對不對 好 那緊接下來呢 9月份 9月份其實建成老師 你之前也預告了 9月初 有月初的營收成長股 然後呢 9月份還有祭底做帳股 所以緊接著下來的行情 同樣持續 非常的精彩 建成老師 要帶著我們大老鷹 一檔接著一檔 繼續賺上去 怎麼賺 25429977 電話先撥通 或者是加入我們的 Light群組小老鼠 HIH888 你想要再賺到下一檔的 明日之星沒問題 直接跟著建成老師 下一檔的大老鷹 緊接下來 9月份的行情 我們一起跟著建成老師 富貴穩中求 歡迎加入 真的很過癮 上個禮拜的創為 沒有人愛他 爹不疼娘不愛 然後呢 跌到了112 好我們就不要算112 我們就算116就好了 今天呢 收掌停板是收126.5 116到126 一張就是1萬塊 10張就是10萬塊 其實就是短短的一個週末 你去度假 你去吃大餐 你去開開心心的 禮拜一一早叮咚 1分鐘的時間 哇亮燈漲停板 這個禮拜的一開始 你就覺得 用漲停來迎接好幸福 賺錢可以很容易 對不對 你看今天的創為是一早 一早開盤 沒多久就亮燈了 其實我們並沒有預期說 我手上的股票 天天亮燈漲停板 對天天漲漲停板 因為我必須講說 我只是按照我認為 他未來有個趨勢成長的個股 來做懸股 是 當他昨天殺下來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想說 一拜一他就會漲停 他就立刻噴漲停 對 我只是覺得說 我看好的個股 你不要了 他拉回了 那我們就來做 人氣我取 超底低階的動作 對 所以他今天一開盤這麼強 其實 我說坦白 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也許我認為他 今天126.5 可能要兩三天之後 或者一個禮拜之後才會來 才會到達陣 沒想到他今天就上來 是 所以如果你這段時間 你跟著我的這個 操作 操作 或者是 你在實戰分享會裡面 看到這些股票 但是你卻怎麼樣 你在昨天 你把它砍掉 你去追高 昨天看到殺下來 你又砍掉 那就表示什麼 表示你沒有跟上我的操作節奏 這表示你需要建成老師 對 你需要來到建成老師身邊 明明可以讓你賺到錢的股票 對 你卻沒賺到 太可惜 明明你參加我的實戰分享會 你卻沒賺到 太可惜 那就代表你不適合自己操作 你需要建成老師 你需要我 Come back to 建成老師 好不好 建成老師都 拉大提琴給你聽 And I love you so 老師這麼愛你了 對不對 講到這個 是不是 講到這個 你知道會員多可愛 我剛有看到了會員留的訊息 老師我們插播先講一下 有嗎 有 我有看到會員朋友 不是在留言 他想讓他女兒 他女兒是北一女的嘛 對不對 這一個 對啊 好可愛喔 因為我昨天有拉 就是And I love you so 對不對 對 那就有粉粉聽到了 他就說 我女兒從小沒培訓音樂 到了北一女 你看我們的會員多優秀啊 這個小孩不是見中中北一女的 對啊 對啊 然後見了同學 不是鋼琴就是大小提琴等樂趣 自覺不足 也想學習 來 你看我怎麼回他 我說我以前也沒那個環境 等自己什麼都有了 再學也可以 所以我三年前 自己 永遠不嫌晚啦 看影片 對 我認為 只要你要行動 永遠不嫌晚 對 就怕怎麼樣 就怕你猶豫 對 就怕你想 一直在想 想了十年 還站在那邊等 對 OK 這個時候就有一句話 Just do it 只要你想做 你就去做就對了 好不好 永遠不嫌晚 然後呢 你想要跟著健身老師賺獎聽 Just do it 直接 不要再猶豫了 對 你看有人從三月 從三月猶豫到現在 你錯過了多少 然後現在怎麼樣 泡了受不了了 還是來 那你既然 要這樣為什麼不早點呢 我們會費也沒多少錢 是啊 那個真的 你有幾萬塊去虧 你有幾萬塊去套 甚至幾十萬 甚至幾百萬 上百萬 真的 那為什麼不早點來跟著我們來操作呢 會費是零肉 如果你節目已經看了一段時間了 你沒發現我都是講在前面嗎 事後給你驗證嗎 是 很多分析師怕講錯 不敢事前講 對啊 你要知道我們連節目都是盤中路喔 不是等要收完盤喔 我們就是拿著專業 正功夫 我們就是拿著熱血 在這個地方 我已經跟你講過 我就是拿著專業來這邊 來跟大家交朋友了 真的 我 所講出來的話 我所做的推測 都是有憑有據 所以你不用擔心 如果我今天講了之後 後續出來的訊息 立刻怎麼樣 需要修正 我也會第一時間 跟大家做修正 而且老師都很誠實 像之前呢 老師有短套集檔股票 老師都很誠實在節目講 對啊 我也是坦白跟你講 我也被套啊 不概喔 重點是當我被套的時候 我要怎麼思考 華麗轉身 對不對 連我媽跟我講說 你不要在節目跟你講 你被套幹嘛的 有什麼不能講的 但我們華麗轉身轉得漂亮 轉得漂亮啊 所以你看上禮拜 陽明光三天三天獎金 你看上禮拜那幾支股票 對啊 我們如果這樣轉不是很漂亮嗎 是啊 對不對 你如果跟我這樣轉 你不是很漂亮嗎 當然 對不對 來 繼續看下去 剛剛不是講那創圍有沒有 對 這是另外一位會員 我跟你講 成交日期看到沒有 8月27號是哪一天 上個禮拜五 就禮拜五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說一天嘛 對 對不對 你看這一個會員買到單價是多少 115 115嘛 對 今天126.5 對不對 一張 手續費給你扣掉一塊 一張一萬 一萬塊好不好 十張十萬 沒講錯 沒講錯嘛 對不對 對 短短一天嘛 十張十萬 是不是 真的就是這樣賺 匯費很多嗎 輕鬆愉快 你一天就可以賺十萬塊 何樂不為 很多人還嫌我的匯費很貴 什麼叫貴 什麼叫便宜 你要知道價值之所在 對不對 有價值的話 一台賓士你覺得貴還便宜 當你出了車禍之後 你就知道了 因為我是出過車禍的人 對不對 同樣一台車 在那個路上這邊翻滾好幾圈之後 有的車 在裡面的人就掛掉了 對啊 有的車在裡面的時候 你還在安全帶裡面哭得好好的 安全氣囊 車頂塌下來 後面的那個頭枕 彈出來把車頂給頂住 好可怕喔 你就知道什麼叫貴 什麼叫便宜了 對 好嗎 真的 同樣的 會費 沒有貴跟便宜啊 只有值不值得 沒錯 能夠幫你賺錢 賺回會費 再幫你賺到錢 再貴的會費 都是便宜 不能幫你賺到錢 連會費都賺不回來 再便宜的會費 那都是浪費錢 對不對 沒錯 好 今天不只創尾 然後包括連旺戲 來我們看一下今天的旺戲 今天旺戲也是創高的 旺戲今天 盤中到154.5 到154.5 到154.5 到我們現在做節目的時候 都走橫的 有沒有 好 回過頭 就在相對的高點的位置 看到沒有 有 這個是另外一個清代 是 我們上禮拜 會特賣出的嘛 掌停板嘛 對沒錯 對不對 很漂亮 對 來 而且我們還除錫過 除了錫 再拉上來 一八九 再出 非常漂亮 好 然後呢 今天 旺戲 旺戲你有買到嗎 有 會員回答什麼 有 不多 還問要不要加買 還是怎麼樣 我還回答說 我看他 在首143 可以買 這邊被漲住了 可以買 是 看到沒 對 今天的旺戲 143 來回過頭來看一下現在的旺戲 一直維持在150之上 今天有多少 154.5 對 一張又多少 有 將近10塊 10塊 到高點的話超過 現在還沒獲利 還沒獲利入袋 對 但是現在是賺錢的 今天喔 你看到沒有 143到現在目前看151的話 都是賺錢的 就是這樣賺 10張 又是10萬 20張 20萬 對 你去看我們上禮拜的會特 10張 也是又10萬 對阿 不只啦 因為170到 188 好我們算190整數好了 一張快20萬 對算整數好了 再加上除息 20萬 是不是 10張20萬 對阿 左手10萬右手20萬 就這樣算 就幾天而已 你會費真的算什麼 好朋友們 好啦 所以不用講那麼多 很簡單 只要一個動作 先加LINE 小老鼠HIH888 直接來到郭海大丈夫 在對話框 直接留言 我要大老鷹加一 因為全新的9月 全新的大老鷹 正在等著你 或者是更積極的好朋友 直接把電話撥通 0225429977 這是更快速的方式 馬上進入9月份囉 9月一開始 會有營收成長股 9月底還有季底作帳行情 千萬不要落對 跟著建成老師 來做大老鷹 小老鼠HIH888 或撥電話 0225429977 還沒有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的好朋友 記得 古海大丈夫 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打開小鈴鐺喔 再次感謝 永成國際投股 陳建成分析師 和好朋友做的分享 感謝建成老師 謝謝甜心 謝謝各位 讓我古海大丈夫 陳建成 帶你富貴 穩中求 歡迎加入永成國際投股 陳建成分析師 古海淘金的行列 歡迎加入永成國際投股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